碰一身女骑士连人带车被撞倒 但造势驾驶非但不停车 竟然继续往前 前方路口停等红灯 但起步时 实在太离谱 起步又撞上了路旁车辆 把后照镜都给撞断 路旁车主发现气炸了 沿途追车 造势驾驶开车技术趋近于零 因为短短500公尺内 他先撞机车又撞汽车 一共四台车辆被擦撞 还有一名机车骑士受伤 警方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发现造势者是一名41岁张姓富人 酒侧值为零 辩称没有驾照才会心虚落跑 但警方发现 事后他为了湮灭证据 竟然买来冷烤漆遮盖擦撞刮痕 造势逃逸的车主 因无驾照 以至于紧张撞到人之后 就加速逃逸 吴兆被抓罚六千 但造势驾驶 连环撞车又撞伤女骑士 造势逃逸 这下罪更重 公共危险罪 毁损罪嫌寒送 付出代价 杰宏志明 苗栗报导